十門水庫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丹 我是梅樂 那我們這次受到桃園市政府的邀請 來拍一下這個十門水庫這周邊的景點 那在他這一次的這個活動期間內呢 只要入住他指定的幾個特定的民宿 那就可以一起參加他這邊 下面有提供的一些導覽的活動 那我們這次會帶大家一起來看看 其中一條路線 那我們這次就會先到十門水庫 去藍色公路這裡遊湖一圈 然後再去江泥島 然後還有一間餐廳 那我們今天就帶著我們的子女還有媽媽一起來 那我們就一起去吧 GO 我們現在在這個遊客中心 然後他這個遊艇碼頭就在前面 我們環島的時候有起來這裡 這邊不就是有一個那個 這邊不就是有一個那個 那叫什麼 這個湖啊 可以拍照的 觀景的台子嗎 對 對 然後假日就會有街頭藝人在這邊表演 對 搭船就是在這個大壩碼頭這邊搭 那在這邊搭船呢有兩種 第一種是搭到龍珠灣 那它來回呢是50分鐘 那我們今天要搭的是呢 到江母島 它來回是兩個小時 那這陣子呢是優惠票300塊錢 然後它來回兩個小時是包含登島的時間 然後在那邊拍拍照啊 就是東西啊什麼的 有一部偶像劇在那邊拍 所以它那邊才比較紅起來 然後之前那個地方是沒有開放的 對然後那邊那是有個小村莊 然後江母島那邊是現在有28戶的居民 那聽說在那邊學生要上課的話 都還要搭船 對啊 我們現在在等要去江母島的船的人數滿船 它才會開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它這個漫步咖啡廳 來這邊吃一點東西 這邊就是後藥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些吃的小店啊 咖哩飯啊牛肉麵啊這樣子 透片清洗 然後還有冰淇淋可以吃 我們也有這個牛肉麵 起來的牛肉麵 對 起來的牛肉麵 你覺得怎麼樣 嗯 我也覺得還不錯 而且湯頭也蠻紅的 然後這個麵麵也蠻Q的 然後媽媽點了這個素食咖哩 然後還有點兩杯飲料 嗯 所以它這邊加麵加飯不用錢喔 嘿嘿嘿 好走啊 我們去搭船吧 走啊 去江母島 好 三張 OK 我們三張又會跳 一中三塊 麵麵你會不會暈船啊 都忘了你要暈船這件事耶 這應該不會暈吧 這應該慢慢開了吧 哇 知道船上面有暈船 好酷喔 真的耶 搭這個船啊 讓我想到國王湖 歐洲的德國的國王湖 跟有西蘭的米婆小灣 你看 有這麼誇張 你看前面 如果沒有這麼熱的話就蠻像 而且又不會晃 不會暈船 你看前面 有三樓 然後船長拍到一半之後 他就會開始介紹周邊的環境 然後剛剛那邊 有一個小房子 就是他說 有一個阿伯住在那邊 然後他這邊交通不方便 所以他會自己開船 到他的住的地方這樣 然後那邊沒有水也沒有電 他就是喝三泉水 還有自己的發電器這樣 然後還有自己捕魚 跟種菜 對 真的很原始的一個生活 然後之前魯冰花 這部電影也在那邊拍的 很多人沒看過 對 然後後面呢 是一個叫龍珠灣的地方 那他在滿水位的時候 就會看起來像 雙龍搶豬的感覺 然後後面走環湖步道的時候 就會經過那個 附星鄉腳板山 然後那邊也有幾間咖啡廳 也可以去那邊喝咖啡 然後看石門水庫 我們搭了30分鐘 我們搭了30分鐘 有船到了這個江湖的道遊艇 碼頭這裡 那聽說這邊呢 是只有船能夠到的地方 對 他們不需要開車 然後他們走路到附星鄉 要走一個多小時 怎麼好像來到了長灘島 對 好像來到了長灘島 從長灘島 從長灘島 從長灘島就是30分鐘 有一個長灘 來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寫什麼 江湖島導覽地圖 現在位置渡船頭 舊兵營 好 所以我們剛才經過這隻舊兵營 那我們這樣等一下繼續走 就會到這個江湖島的村落 這邊有個村落 然後這邊有個水岸的部島 然後景觀渡船 然後景觀廁所跟百年土地公廟這樣 對 然後他說這個景觀渡船 這個景觀渡船 我們來渡船 喔 好啊 那我們 它看起來就是一條線而已啊 對 我們現在是經過人家家裡嗎 嗯 的前院 看起來就是 嘿 湖景第一排 這裡瀑布湖景第一排 我今天是當地居民的 嗨 有賣飲料耶 土地公廟 在那邊啊 在那邊啊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裡有在賣東西 這裡也有在賣東西耶 然後還有賣一些吃的喝的 所以景觀步道就在那邊啊 這個許願橋 也是剛剛那個船長說的一個景點 福地公廟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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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這裡還有這種 阿姆平江姆島福地公廟的這種 我選怨卡 鴨子的 這裡邊寫的願望 還可以邊看的這個福地公廟 它這裡是什麼 命中注定我愛你的 土地公廟 不是 是這部偶像劇在這裡拍的 好好好 所以它這裡還要寫這個啊 衝突地公廟這邊再走下來 就可以到他們這個景觀廁所 然後他們這個環湖步道呢 也是連在一起的 雞太熱我們買了兩隻紅豆冰 在這邊吃土井雞排 好那在石門水庫的附近啊 它有非常多家的客家料理啊 或者是活魚料理這樣子 如果是參加那個路線活動的話 它是會帶你來這一間 後面這一間阿姆平餐廳 然後它就是在石門水庫的旁邊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